记者张经亚台中报道,针对国民党中央党今日指控台中英大水、市长林家龙盲送水果和成立后援会,台中市政府卓冠婷表示,相关指控是张冠李戴、乌龙爆料,市府历年均在中秋节前制赠台中农特产,今年秋节时间较晚而接近选举,因此提早祭出,且不分党籍的台中市议员与立委都会收到 国民党中央党部上午举行记者会指出,台中市丰园区前天淹带水时,林家龙却在成立后援会,且急驻花博之名带送水米桃礼盒,行同行贿,请林家龙团队说清楚讲明白 对此,卓冠婷表示,台中市19日降下豪雨,导致丰园十四户民宅淹水,林市长第一时间就只是水利局长周廷章尽速处理,并挨家挨户发放慰问金,以及协助民众清理家园,淹水原因 警察市厂商未依规定标准作业流程开启排红闸门,水利局也已立即派员协助民众清理家园,民众若有损失,将由市府向厂商索赔,厂商也承诺会给予赔偿 卓冠婷也说,国民党指控送水果仪式更是张冠礼带,从前市长胡志强执政开始,市府历年军会在春节,秋节前置赠台中农特产,集次行销台中,市长林家龙上任后也延续惯例,选择台中当即盛产的农特产作为年节赠礼,达到推广台中物产的目的 卓冠婷说,考虑今年中秋节较完且接近选举,未避免争议,因此市府提早于8月初开始寄送梨山水米桃及东市水梨,均已于寄送完毕,且不分党籍的台中市议员,立委军有收到,请立委卢秀燕的发言人蒋峰茂问一下党籍立委与议员,即可了解实情,也判卢委员能力气行销台中农产, 不要在酸雨风波伤害离山生育后,二度消费无辜的离山农民